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大家看我这已经穿好了 健身衣服这要去健身 我这早上爬起来 想着去健身 然后之前还有一段时间 觉得要给大家录个视频 为什么呢 我特别想说的话 就是最近也在跟很多朋友 关于聊这个爱情 关于聊这个关系 恋情两个人的关系 是吧 然后最终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认为 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种生意和谈判 说的特别的直白 所以这也是今天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说两个人关系 就好像是生意谈判 怎么聊的就跟钱似的 那么好像两个人关系 就是在这种利益的基础上 什么尔虞我诈 什么你赢了我输了 这种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就是说 其实任何的关系 任何的一种 包括生意场面上 好像你说大家出去 这个两个公司之间 可能就是有一些生意上 合作上可能的一些关系 出去吃饭 你请我 我请你 谁花的钱 然后这个 然后之后 之后怎么样 维持这样的关系 然后为什么去跟人吃饭 为什么去搞好这个关系 说这个在中国做生意 什么都是connection 是吧 都是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跟这个爱情 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呢 真的是 就好像说就说 举我这个例子是吧 我跟我们家小瑞典 就是前一段时间有 有过 所以算是争吵吧 吵架 然后 当然是因为 就是说 我现在还是在结婚的 这个状态当中 然后他是不能接受 我其实我也是非常理解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原因就已经是阻碍了 我们俩感情的一个进步 总是好像是 被这个事情在吵架 两个人总是在吵架的话 那你说 还有什么意义在一起呢 是吧 后来 我说给 我说要跟他分手 写了特别长的一个分手的信 一个这个email 不是说在email里分手 只是说把我的这个思想想法 就是 就是全部倒出来 而且用一种非常 比较理智吧 你要是 如果是说电话里 因为那时候我们俩 距离那么远 又要是在电话里 视频里说话的话 你一句我一句 就不知道说到哪 不能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写那么长的一个email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一二三点 就是 就是比较清晰的罗列出来 这样让对方也能感觉到 你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写完了以后 分手信 本来应该是分手信 然后最后又变成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复合 两个人关系的进展的一个信 所以这个时候 在两个人的这种摊判 或者说这个感情谈判当中 不能说我赢了吧 但是他 说他确实是 让步了 就是他自觉自愿的让步 不是我逼着他让步 我就说那好 那咱们就分手吧 然后他说不行 我来过来来找你 这也是一直我想要的一个局面 或者说地步 他居然能再次来到巴厘岛 再次来找我是吧 以前都是说我一定要去找他 我一定要去去飞到瑞典去 怎么样 我一直在想啊 我要不要去 我要不要去 一直都是这个纠结 然后到现在突然他就 居然可以真的是 也不是放弃 反正就是 所以就是妥协让步也好 他能飞到这边来找我 其实也算是一个 两个人的那种谈判关系的一个胜利 其实就是 就是到最后 就说是你做更多一些 我做的东西 谁做一些让步 谁能接受 谁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跟这个 这个这个谈判和生意上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到最后就是说 我也能过去找他 他也能过去找我 那到底谁来找谁 其实也是一种谈判的关系 我之前这边有一个朋友 可能以前也说过一个 一个俄罗斯的女孩 是吧 这边可能大家对俄罗斯女孩 可能有一种stigma 就是觉得 这个也是 这些女孩都是要 想找有钱 基本上说白了 就想找有钱的男人 去养着他们 去给他们花钱 所有的俄罗斯女孩 遇到的真的都是 99.9%都是这样 这是扎根在他们的骨子里 我觉得中国也有一些 我感觉自己感觉长 就是在中国长大 感觉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个男的 要给女的花钱 是吧 结婚了以后 房子要给这个女方 然后这个名 就要在女方名下 然后什么 什么上交工资卡 什么就好像 就是这个 钱的打权 就掌握在女方手里 但是他们 我觉得可能俄罗斯 更加的 这个叫什么 变本加厉一些 是吧 可能在国外 中国女生 我看到还是比较独立 就是自己给自己花钱 然后自己挣钱 然后我觉得俄罗斯的女孩 可能更多 更多的是说 找一个好的男人 可能他们更聪明吧 在某种程度上说 人家说之前 我那时候找工作 人家都说什么 工作找的好 不如嫁的好 是吧 都是想会找的好老公 然后 就是这一辈子 不愁吃 不愁穿 好 然后你 相当于 我这个 俄罗斯这个女 女孩这个朋友 他也说 女孩 你有你的 feminine energy 是吧 这个女性的一种能量 然后男性 男性能就雄性能量 去赚钱 去保护女孩 去provider 去成为一个家庭的这种 提供方 而女方这种 是一种 呵护的 照顾的 抚养后代的 然后去 给你一些女性能量 那么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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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姿的 在你面前 是吧 然后穿的那么漂亮 打扮那么漂亮 然后你 其实这也是一种 进化过来的一个 一个 一个历程 那个时候 一个男人出去打猎 出去怎么样 提供食物 然后 然后 拿到家里来 回到家里去养 抚养那孩子 抚养你的妻子 抚养你的这个 这个家劝 是吧 其实也是 就是 现在男人 就是说 那现在的形象 就是男人要出去挣钱 然后挣了钱 给女孩 其实我也 稍微受了 到了一些 这样的影响 不知道 也是因为我这个 朋友 还是 还是怎么样 就觉得 真的是 现在是 小瑞典 其实也是在 给我花钱 然后也是 之前没有在给我花钱 就是比如说 像出去吃饭 并不是说要买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 但出去吃饭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AA 我之前跟我老公 或者是跟其他任何男的 出去 就我也都会AA 也都会 之前聊过很多 这样的话题 都会主动的去掏腰包 至少我会去掏钱 我会去说 咱们要不要AA 咱们要不要去 split bill 要不要去 我也要付我的 这一半 是吧 我都会去offer 我都会去说 但是很多时候 男生就说 没事 我就来付钱吧 我就我都付了 然后我也从来 没有想去说 哎呀 必须拿那锅付钱 这个扎根 这种思想 没有 但是现在 我思想有些转变 可能之前就觉得 都是我在自己付钱 我一辈子都是 自己在照顾自己 也是非常独立的女性 非常 什么事情 都是我 我自己最能相信的 就是我自己 是吧 所以不会说 去依靠别人 或去找这么一个依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觉得 好像没有跟 就是 不是说所有的人吧 就大部分 大多数情况之下 其实也几乎都是所有的 那些男生 或者说是跟我在一起 曾经男朋友 女朋友也好 没有给我过那种 依附的感觉 让我觉得 我特别想依靠这个男的 想跟着他一辈子 就是听着他的 是吧 跟着他走 然后这种感觉 就没有过 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 没有男的给过我这种 protect and provide 然后去挣钱 然后给我花钱 然后去保护我 然后又给我这种 这种好像是家庭的感觉 或者是这种 去保护我这种感觉 没有觉得受到保护 自己就非常自由 像一个小鸟一样 想干嘛干嘛 是吧 就是 我挣了钱 我自己花 我想买这个 我就买这个 就非常自由的 非常那种 就一个人那种感觉 individual 然后可能当真的 一个男人开始保护你 这种 也是象征意义上那种 像你说 男人第一次出去 约会的时候 给女孩花钱 就是gentleman 是吧 就是非常绅士 绅士风度 好 我来给你买单 其实也是一种绅士 一种表达 然后这也是 进化过程当中 总是说 进化过程 非常重要 因为在你的基因里面 这就是你 钱移默化的 现在 他可能他的保护 男人提供的东西 可能是说 这个金钱上的 或者给你买这一顿 这个餐 是吧 给你 请你吃晚饭 等等 所以就可能 没有人给过我 这样感觉 所以也是我自己 最近在想 说哎 为什么 没有觉得任何男 觉得哎呀 我就想跟人一辈子 我就想给他生孩子 我就想 他就能保护我 他就能照顾我 就是因为可能 没有人曾经 给过我这样的感觉 我也没特地 追求过 要求过 总是一个人 总是自由的 总是想干嘛干嘛 就是那种新女性 好像那种 就是 就是 就是这种 就是 特别独立 这种 是吧 女权主义那种感觉 所以当现在 这个小瑞典 开始给我花钱 开始 就是每次出去吃饭 都是他掏钱的时候 就会给我一种感觉 这确实是 就是 也是叫什么 潜意识里面的 是吧 这种感觉 哎 这个男的真的是会照顾我 会保护我 然后能给我提供餐食也好 是吧 这样 我当然自己也会 也可以去花钱 我也花得起 但是当一个男人 给你花钱 可能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 说到这个 这个 这个生意和谈判 其实也是我 在去跟他 传达 这种信息 或者说表达出 哎 这现在是我的状态 是我的想法 可能也是我想要的 或者也是我 我期待 我想看到的 或者是 不能说追求的吧 就是 两个人关系当中 可能这是我的一样的 一个构思 构思想法 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表达我的想法 哎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接受 他也现在就是 觉得很 认同也好 或者怎么样 觉得 所以他现在改变了 从之前的 我们俩都是 哎 然后分得特别清楚 然后 所以就感觉 好像就跟朋友一样 是吧 如果你 你 你 一个男生 你女人 是吧 男 男女在一起 你除了上床之外 那还有什么 其他表达方式 那可能就从 这个 从这个 金钱上 那 从 我的 这个 这个 俄罗斯的女孩 在她的眼里 就是 feminine energy 和 masculine energy 她说的 这个雄性的 这个 雄性的这种力量 或者说这个雌性的这种吸引 来自于什么 那男性可能是通过金钱 通过赚钱 通过这个保护你 女性是通过 我可能花枝招展 我弄的特别漂亮 温柔 体贴 去 去照顾你也好 照顾整个家也好 那我两个 两个人这种 雌性 雄性 力量 这种能量的一个结合 那可能构成了一个整体 一个补充 是吧 我不用去变得很有肌肉 去能干 去 去 去干重活 男人可以去干这些东西 但是我可以去照顾 在感情上 在这个肢体上 在或者是上 在床上 或者怎么样 是吧 给你提供另外一种 女性的能量 我觉得 还是 还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你男人 把所有事情都干了 女人自己也都干了 那两人就非常独立的 个体 没有必要结合 可能这就是更多 西方的一种 目前这种影响 想法 这种女权主义 这种女性的解放 是吧 非常独立 我也能去挣钱 你也能去挣钱 我也能干这 你也能干这 那两个人 就还有什么必要 结合在一起呢 那就是非常独立的 就非常想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就没有这种 融合的感觉 两个人 互相补充 你照顾我 我体贴你 其实另外一种感觉 我之前 可能都是一种 独立的感觉 独立了那么多年了 都习惯了 到现在开始 接触到这种感觉 然后开始允许 允许让别人去 给我付钱 然后去适应这种感觉 每次感觉 男人给我掏钱的时候 我就这种 有些shame也好 或者这种 不自在也好 觉得哎呀 这个 让别人花钱 别人会不会觉得 我怎么怎么样 是吧 或者说 让别人花钱 那么不好意思 我也应该要去 多花一些钱 然后别人 这个男的给我花钱了 然后 是不是他觉得 我是一个这个 拜金主义 是不是觉得 我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 被占了便宜 是不是 就是脑子一开始 想很多东西 就是 当然并不是说 理想当然觉得 你就应该给我花钱 但是可能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可以再转变一下 或者说还可以再适应一下 还可以 并不是在接受一些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我也听过一个理论 就是说女孩 你可以去让别人男人给你花钱 但是不要去接受任何你自己支付不起的东西 你自己不能afford 不能负担的起的东西 是吧 就是这也好像也听说过这么一样的礼物 就不要接受你任何承担不起的礼物 别人给你一个东西 你自己也能买得起 那也没关系 所以就是 最近也是在想很多的东西 因为之前突然就突然发现自己这一点 就是真的是非常一直都是独立 独立习惯了 自己给自己花钱 自己给自己挣钱 一直都自己自己挣钱 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 从来没有想 有这个想法去找一个有钱的人去依靠他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这样是对的 然后但是现在也应该允许自己能接受 比如说男人给你去花钱 给你去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一种 可以说一种生意也好 就是说特别直吧 生意也好 谈判的也好 或者说表达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的一个 一个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 比如说他会说出他的想法 我会说出我的想法 然后互相看看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然后试图去去理解 然后对方也会去理解你 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common ground 找到一个平台 大家都能比较舒服 然后也能去满足对方的一个需求 其实对他来说他并不是说吝啬 或者说我一分钱都不想给我花 怎么能像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我可能也不会觉得吸引我 我可能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觉得特别看重钱 觉得稍微给女生 或者给其他人 或者觉得这个钱稍微花多一点 就看的特别重这种人 可能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但是我表达出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就看我能不能去match 我能不能去做到你想要的 是吧 当然那我可能在其他方面 那肯定也要做得更好 更优秀 然后觉得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更值得 但是这都是可能是潜意识里面的 他可能对我好 那我就更想对他好 没有人说 就是你是一 那我要做一 你做到二 我做到二 就好像特别 特别就是 还是特别平等 当然肯定没有了 毕竟还是感情 你付出的地方 可能别人在其他地方去满足你是吧 你这样付出 然后你可能人家说 那你give better blow job 是吧 那可能你在床上去满足的 那可能这就是另外一种 一种dynamic 我觉得互相之间 两个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一种 谈判也好 一种你的要求 你想要什么 别人想要什么 两个人怎么能去match 怎么能去达到一种平衡 是吧 那两个人谈不成 那就吹了就散了 那就分手了 跟我就之前一样 你不过来找我 我也不会找你 大家都僵在那 说都等着对方来 然后都想着 为什么你不过来 然后他想着 为什么你不过来 那这样那就两个人就散了 没有想着 就是我之前说的 那种真的爱 就是想着为对方去付出 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能为我做什么 能不能做到 那两个人 碰到一起 那可以在一起 如果你只能做一点点 我只能做一点点 还是不能在一起 是吧 那你就 那就是分手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看 就是其实就是看 就是你爱有多深 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能付出到什么程度 或者你能让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这都是一个谈判 就是跟生意场上是一样的 你想做成一个生意 他要卖给你这个成本价这么高 你想去压低价 但你也要给别人说 我可以买很多 我可以说买很多年 是吧 我可以把你的生意介绍给别人 相当于也是一种 promise也好 一种 就是说人家看 不光这是一次做一次生意 可能还有以后的 更长期的一个生意 那是为长久打算 其实这个跟 我觉得跟感情 跟爱情 跟婚姻等等 非常非常的像 你就是要给人一种感觉 这个买家或者这个卖家 诚实可信 是吧 到最后就能 真的能成为朋友 不光是生意场上 觉得诚实可信 他说出一些的话 说之后能给你一些promise 或怎么样 是非常可信的 觉得这个人很真诚 而且在这个金钱上 在小的钱上 比如说给我寄一个sample 然后我去找你 去看一下这个工厂 你能不能去给我花这个钱 去说好 那我给你出机票钱 我给你出酒店钱 或者说好 我想去找你 我出机票钱 你出酒店钱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生意场上一个谈判 看大家双方的意愿 是吧 就跟这个爱情 真的是一样 所以 我说把这个爱情 或者感情 看成一种谈判 并不是让你变得特别势力 特别金钱 特别斤斤计较 而是说 看清楚 两个人之间 是有一种power 一种地位 给一种这种不同的权利 或者说这种你自己 你有你的这个女性能量 她有她男性能量 或者说你有你的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把控 是吧 我能做到是这些 我能让步的是这些 我能给你提供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 你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我哪好哪好哪好 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 然后对方也知道 那就有一个权衡 如果两个人的关系 到了一种 真的是说 就是一种好像是power 是吧 哎呀我求着你 我也要跟你好 我要对你好 否则的话 你就不会要我 那我就必须要做到这样 这样这样 每天不断对你好 然后是吧 给你买菜做饭 买菜做饭 洗衣服 给你怎么怎么样 然后另一个就 一个男的可能是对你 就真的是trash一样 想怎么样的去辱骂你 羞辱你 或者是不尊重你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地位就不一样了 你们俩的生意谈判 其实是一种不好 最差的一种生意 就好像你求是对方 是吧 这个说上赶着不是买卖 就求是对方 当然这个反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男的整天的 就对这个女的好的不行 巴结他 给他买这个买那个女的 就对他也无所谓 两人的关系当中 就是这好像也是互相的不尊重 也是不行 所以这两人 肯定是一种比较较劲的 一种equal的 这种生意上谈判嘛 都觉得我能得到 我想要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 那么的实在 是吧 你得到 你想要 那我也要得到 我想要的 那两人都能得到满足 在比较平行的一个 一个 一个level上面 是吧 一个等级上面 档次上面 那这样是比较好的 你再想要更多的 那你要去谈判 你要去 你看 我就值这么 这么多的钱 这个就也是跟找工作 也是一样的 你去面试 你去给别人呈现出来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别人也看到 我们公司也正好 需要这样的人 那我的价格 就是在这 你能不能match 这就是我想要的 这工资 是吧 可能那个公司就说 哎呀 那谈判一下 那个我们可能 付不起这么多 你想哎 这公司不错 那我就去 好吧 我也能接受这么多 因为之后 我能学到更多 我能上升到 更高的一个层次 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感情 当你想要一段 什么东西的时候 在这个感情里 或者你想达到 一样什么样的一种 Dynamic 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你想通过这个感情 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东西 是吧 你这个时候要去 很聪明的 去谈判 去表达你想要的 并且也知道 自己的价值在哪 不要降低身价 不要去求 不要去哀求 不要去怎么样 知道自己身价在哪 知道自己想要的 然后就去谈判 就去协商 去表达出来 然后在一个非常坦诚的 非常不说欺骗 或去去manipulate 是吧 就好像是去感情控制 对方也好 或去说你不做这个 我就不开心 其实这也是一种 emotional threat 就感情上的勒索 是吧 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 我想要 我desire 我所希望的 我说我想看到的 我desire 你去做什么 或者说你怎么怎么样 是吧 所以这个球就提给你 你能不能match 你能不能去满足我想要的 那对方就要想了 我能不能去做到这些 如果他不能做不到这些 那你可能知道 你们俩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 是吧 或者说也许他会想 那我做到这个 那也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能不能做到 这都是在这个 当然没有谈的 真的像生意上 一条一条那么谈 但是这个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是非常正常的一现象 我也觉得两个人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说一味的 某一个人的权利 那个power是吧 那么高 高于你 好像什么时候都是在用这个 离开你 去威胁你 你说啊 那我就跟你分手 那我就跟你分手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 不好的一个power 一个dynamic 说到最后 威胁的一个最关键 threaten 最最重要的就是 你能不能执行 到最后你说出来 我给你分手 你能不能跟人去分手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说到这个关系和谈判 不知道你现在 是不是在某段关系当中 是不是也在 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或者说你想要的东西 你达不到 别人想要的东西 你也给不了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会 其实就是你 当你出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一种关系和谈判 你们俩之间的出现一些争吵 吵架 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或做到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对吧 你想要这么做 他想要你那么做 其实这都是在 在谈判 其实谈判到最后 就是表达你自己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别人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看看 能不能互相给对方 然后谁能去做这个账簿 而且这个账簿 并不是那种 那种 那种 就是第三下四的账簿 而是一种 而是一种觉得 那你真想要这个工作 你真想要这个 这个 这个 说是这个生意 是吧 那你就好像买东西 看价一样 真的是一样 我想要这个衣服 但我不能表达出来 我能付高的价钱 然后那我就假装说 那我走了 那人家特别想卖我的衣服 回来回来回来 给你这个价格吧 是吧 或者你走了以后 你又回来了 还是想要这个 那你就去让步 这都是一样 所以到最后就是看 两个人的一个让步 所以要知道 两个人的关系 并不是一味的 像瞎子一样的 就去对别人好 就去第三下次 就去讨好 为了跟他在一起 就什么都放弃了 自己的自尊 什么都放弃了 不是 关系是一种谈判 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是吧 你不能得到你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 那可能这个 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权利就不一样了 所以也许真的 这个感情可能就不适合你 所以互相 要得到互相想要的 知道大家都是 在一种谈判的关系当中 是一种平衡 而不是一种 互相的 互相的 就是权力的一个游戏 权力的游戏 所以这也是我意识到的 其实想起来挺残酷的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到最后 比如说 是不是房子在你名下 是不是能给你花钱 是不是能给你买的大戒指 我那个 俄罗斯那女孩就说 她都想好了 已经跟那个男的 从一开始谈恋爱 就跟她说 我就要 Tiffany的这个戒指 伊克拉的这个大钻戒 就是这样的 照片 这个样式都已经找好了 那个网站上已经找到的 那个图片 就是给她看 说我就是要要这个 你要想跟我结婚 你要想跟我在一起 以后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就要这个戒指 我这还是从来没听说过 大家都是想 哎呀 这个男的 我给我买什么样的戒指 顶多让女生 其他女孩去影响她 一些好朋友 是吧 就可能她喜欢这个吧 还从来没听说 所以就说 俄罗斯女孩真的挺 挺另类的 我也挺佩服他们这样的 因为这也是文化不同 是吧 文化不同 或者她就非常直接 人家也不说 藏着掖着 或者去控制你 或者去这个背地 怎么样 她就是明着 哎我就是这样 我想要这个 当然人家也很性感 很漂亮 很有趣 一个这个女孩 很婆婆可爱的 就是特别招人喜欢 是吧 她也是很好的一个女孩 也长得特别漂亮 那个大胸大屁股 然后就是恶诺多姿 她也是就是跳舞啊 怎么样 就是性格特别开朗 她也知道 她自己的价值在哪 所以她就说 哎我就是要这个 他也27岁吧 应该说 我就要是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就我想要了 跟她说了一千一万遍 所以她说她都知道 而且她自己每天也在 manifesting 也是在不断去说 我就要这个戒指 我能得到这个戒指 哎 所以她最后 也许啊 因为她给她 就是这个俄罗斯 我可能会以后再跟大家 汇报这个进展 然后这个俄罗斯女孩 给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男孩 给她的最后一个通 最后通牒 或者说这个日期期限 就是在到今年的年底 就是圣诞节嘛 就是或圣诞节 或者是元旦之前 是吧 新年之前 所以到今年年底 如果她还不能向她求婚的话 那可能就要跟她分手 她也知道 因为 也知道人家俄罗斯的culture 是什么样的 就是 就是女生 就是要这样 我自己很漂亮 很棒 我也要找一个男的能保护我 人家就是这样 但人家很明白 直接跟你说 是吧 没有就藏着叶子 所以到时候看看 他们俩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 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然后她自己的这个戒指 是不是能得到 她一直在manifest 一直 她自己有一个vision board 把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 照片都贴在上面 房子 车 钱 美丽 孩子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聪明 灵智等等 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 这个 住在大海边 是吧 想 你的朋友怎么样 一个vision board 真是特别大 她非常的 非常serious 这女孩真的很认真 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要实现 就是要不去 visualize 去想象 去拿着照片 然后去每天的看 然后挂在家里面 真的是很 很power的一个女性 这个 这个俄罗斯女孩 真是不能小看 anyway 所以今天 其实说的有点乱 有点朦胧 但是不知道 你能不能去理解 也想把这个 两个人的关系 这种 去表达出来 如果你现在有一什么 不管各种各样的一些纠结 然后你可以去 用这种想法 去想一想 你自己 是什么样的价值 是吧 知道你自己的价值所在 其实就是一种谈判 你的价值在哪 别人的价值在哪 能不能去match 你能做多少 你能让步多少 你是不是真特别想要 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其实到最后 说关系谈判 能谈判胜利的那一方 能赢的那一方 是最可以放手的那一方 你才会去赢 如果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 你是不会放手的 你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你会被他做很多 你也会让步很多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像做生意一样 你特别想要一个生意 那你就去 价格就低价 你就去说 哎 我用 我可以接受低价 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 今天不知道 你是不是受了一些感悟 或者你感情当中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也愿意听到 知道你跟另外一方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是什么样 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能帮到你的 是吧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看到的 然后最后还是别忘了 我的创业的项目 也是一大早 大早写的开始做广告 就是 我的十周变身计划 我是健身女人 这样一会儿 我自己要去健身 每天早上起来健身 是我的必做的项目 也希望能帮大家 培养习惯 爱上健身 也是橘铁 是吧 橘铁才是王 橘铁女孩最性感 也是我一直常说的 所以你想十周 彻底改变身材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我有整套的计划 都做好了 你只需要去跟做 就可以 非常简单 就是30分钟 在家训练 按照食谱去吃 十周拥有最完美的身材 就是十周变身计划 是吧 十周拥有你最完美 最理想 一生中最漂亮的身材 就可以看到 说一辈子看不到 自己好身材的样子 多么遗憾呀 所以十周就够了 只需要你去 执行就可以 科学计划给你了 很多人就是 没有方法 特别想 所以我的方法 就是给那些 真心想改变身材 但是找不到方法的人 那我总结出来了 十年经验 给你了 做好 你只需要去照做 就可以 非常简单 按照这个做 男生女生 减脂增肌塑形 都可以 不光是减肥 是吧 你想改变身材 你想变得更壮 你想变得更精致 你想去塑形 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 整套计划给你了 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官网 就是xs横杠 live.com 里面写的 非常的详细 然后有这些 成功的案例 都是在里面 可以看看 是不是特别激励你 然后当然 如果你还有 进一步问题的话 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 然后现在只是帮大家改变身材 其他的 咨询 暂不接受 就是别忘了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这样可以加上我 也是我本人 亲自回复你 不请主守备了 保证专业性 是吧 去给你先 给你咨询 评估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想 慢慢改变身材 你不是想十周 慢慢改变身材 培养习惯 改善体型 体态的话 可以用我的新计划 就是体操训练法 每天三分钟 就可以拉伸 练柔韧 增加关节灵活性 改善 这个关节算痛 改善体型 体态 腿型 产后修复 皮差倒立 所有关于身体 灵活性 柔韧性的 慢慢改变身材 你可以用我这个 或者你十周 用完了我十周变身计划之后 可以用我体操训练法 来保持身材 练一辈子 然后就是 每天三分钟就够了 这是另外我的一个 一个APP 都可以看这个视频 下面的描述里面 有链接 都可以直接点进去 关于这个APP的下载 里面有下载链接 是吧 直接可以点 当然 这个官网上 我的官网上 也有两个计划的介绍 都有的 是不同的计划 也是 相当于包含了所有的人 一想快速改变身材 想慢慢改变身材 就都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 激动高兴的给大家 这两个我的计划 我的两个宝贝 自己做了四年 是吧 每个都是做了两年的 所以就是 给大家的一个奉献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社会上 把我自己的一些知识 奉献给大家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创业项目 因为什么 我是在做网络游牧民 是吧 生活在巴厘岛 也是因为 这两个我的项目 我自己的知识的结晶 能让我生活下去 能支持我的生活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 一个素颜的我 所以今天希望 也能给你一些启发 有任何的感情上的问题 或者你想听我说什么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就可以是吧 我都会回复的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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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